- 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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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去到美術館 一群人 嬉笑怒罵嘻嘻哈哈 然後全部都是用螢幕 然後這樣子一掃而過 這些展品 然後用這種很 消費性的方式 去代替 你真的用自己的眼睛 去驚艷 在你面前的這個真實的世界 大家好 我是黃海鑫 我喜歡畫畫 我從有記憶以來就非常喜歡畫畫 我媽常跟人家說 帶我出門就給我一支筆 給我一張紙 我就自己在那邊畫就很像 就不存在不會打擾大人這樣 然後這些 這幾件作品就是從 飛航手冊裡面去改版 去改編畫出來的 我從飛機上拿了 以被安全須知 逃生指南 然後照著原本的內容 然後我在畫布上 重新再畫一遍 然後我可能會再加一張圖 或是去改它原本 內容的一些細節 比如說就是在這個 救生艇上面 然後原本的內容可能就只說 喔不要穿高跟鞋了 然後要跳到這個上面 然後這個髮會因此飄在海上 但是還沒有說 之後發生什麼事了 所以好像是一個謎一樣 所以我就在原本的這個圖裡面 我再加了一個空白的海面 乍看之下好像沒有什麼差異 但仔細去看 好像都是在惡搞 好像在鬧 但是覺得跟原本圖的精神 好像差不多 都是蠻荒謬的 然後就會覺得 為什麼這個世界 老是要用這種很故作正經的荒唐 去框架 去限定每個人 然後很少有人去懷疑我們被餵養 和被下的這些指令 到底的涵義是什麼 我就用了這幾件非常安全的作品 很幸運的申請到 紐約的藝術學校SVA 然後一直到了紐約 發現環境不太一樣 學校的人比較只討論作品本身 你假如不真的去做出什麼 我們這些討論都是沒有用的 這時候有點不太習慣 因為以前念大學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討論多於始作 所以我就開始硬著頭皮去畫 然後也是因為在紐約 看展覽的機會特別多 也同時就因為這樣子 就看到非常多的繪畫的展覽跟作品 就發現原來繪畫可以是這麼自由 沒有一定必須怎樣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看到 Luke Toyments的展覽 已經忘記看到的是哪幾件作品 但是我非常印象深刻 就是在靠近畫部的時候 然後看到它這些看起來很破碎 很尷尬的筆觸 跟一些很難以言喻的很奇怪的顏色 就非常打動我 突然就是有一股我也想畫畫看的衝動 就是被激勵出來了 一開始拿畫筆的時候 不太確定要畫什麼 所以就畫日常生活 比較有熟悉感的東西 我畫了很多新聞畫面 然後從那些網路上像素很差的新聞的縮圖 我就覺得好像看到一種很熟悉又很神秘的事件在發生 可能是政客在吵架啊 可能是社會型的這些偷盜的犯罪啊 或是逃射糾紛啊 就很像有一個從一個很遠的距離 像從高空在看社會上發生種種的人事 就覺得哇人事間那些紛紛擾擾 很可惡 但好像又很可愛 然後我就也把它畫成小尺幅的有畫的單件作品 每個畫布大概28折35公分小小的這樣 然後我畫了將近100張 展覽之後就把它們擺在一起 就好像一次看到好像人事間的百態呈現在面前 譬如說右上角這件可能是一個裸男 然後浮到一個河面上之類的在岸邊 然後有一個人在查看 就不知道它可能是醉漢還是浮屍還是什麼的 然後左下角很明顯看起來從顏色 還有這個人在的那個movement 好像可以感覺到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從監視器拍攝到的一個畫面 那這個人他怎麼了 他是在躲嗎還是在逃 右上角算下來第二張 是一隻癞蛤蟆騎在一隻井裡的身上 然後手插到他的眼睛裡面 就是一個非常無聊的小新聞 但是也是有一些小新聞 就是特別會在新聞上流傳 然後在紐約的時候有紀念 我特別單身 朋友也不太多 所以雖然我享受了很多自由到處旅行 住村的快樂時光 但有的時候也會因為非常單身 生活上也有一些不便 比如說夏天的時候我會每天去游泳 然後就看到別人情侶去游泳 然後就要互相在身上在背後擦防曬油 然後我也需要擦防曬油 但是我就是擦不到 那我該怎麼辦 我就只好施展我的伸展的能力 然後後來搬家了 這種生活的不便 衍生出更多的挫折 比如說我搬家了 我就必須買一些大型的家具 去IKEA買大型的家具 但是一些大型家具要怎麼組裝 然後很多家具都是必須兩個人去組裝的 但我只有一個人 我要怎麼去辦到 但是我還是辦到了 就是覺得很有成就感 但是也很挫敗 又覺得自己的這些經驗很荒唐 然後我就也把它誇大的畫起來 跟我的朋友分享 我跟這些朋友 也是同時也是做獨立出版的朋友 就以IKEA它的組裝的說明書的形式 發了一本新書叫做SINGLE 我找出當時大部分需要兩個人組裝家具的說明書 然後用我一半的想像力 跟一半我可能真的會必須要怎麼組這件家具的能力 然後把它畫出來 以一人組裝的可能性找到一個結套 同時也得到IKEA公司的獲准出版 然後這些組裝的經驗裡面對我來說 這些組裝的經驗裡面對我來說 當時身為異鄉的外國人 我常常覺得不論心理上或是生理上 好像都是不屬於任何系統 很多時候我好像想要去符合某個期待 但是現實跟理想就是常常有個很大的落差 比如說那時候我的年紀是在30歲的上下 就覺得好像應該是要是一個成熟的大人了 但是其實心理上還是覺得很像一個小孩 其實到現在還是有一點 然後特別是那時候 就是身邊就是很明顯 就是很多好朋友 就突然他們就結婚了 然後就生小孩了 但是我對這件事情 其實一點嚮往都沒有 但是又覺得好像必須去做到 因為這就是我們身而為人就是該這樣 這個社會好像就告訴大家說 這就是必須的 人生就是這樣 就那些朋友突然會跑去拍一些 拍那些看不出來是自己的 比如說婚紗照 然後又花很多錢去很像去擺拍 然後我就會覺得其實大部分人都這樣 為什麼大家這麼心甘情願扮演大家期待你的角色 大家到底是誰 然後譬如說過節就是要惹鬧 戀愛就是要結婚 結婚就是要生小孩 生了小孩 你就是要組一個家庭 然後就一直生生不息 一直這樣下去 然後家庭就是要和睦 然後我覺得生命其實這麼多細節 這些應該我覺得有點不接近人情味 不接近人情 然後但是因為我自己的個性也不太想要惹麻煩 所以就自己心裡會有一個衝突跟矛盾 這幾件作品就呈現了美國人的感恩節啊 聖誕節 就很像華人的農曆年 大家會返鄉跟家人團聚 但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好萊塢電影裡面 你可能更容易找到這些聖誕節感恩節家人團聚 然後發生了一些很戲劇性的很有張力的 不管是悲劇或是喜劇 大家好像都很心不甘情不願的去 應盡自己的義務 然後進而衍生了種種很戲劇性的情節 就算我們沒有家人在身邊 我們也是會照慣例的過節 我們去慶祝去狂歡 去吃大餐去打卡然後上傳 告訴全世界我們過得很好 我們過得比你好 直到我們承受不住為止 這種形式化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應當的 自從搬到紐約的第一天開始 我就不會賴床了 因為就覺得每天醒來又是很貴的一天 我絕對不能浪費 我一定要有創作上的生產力 假如沒有的話 我至少要學到很多 我至少要很有收穫 加上因為沒什麼朋友 所以我只要一有時間 可能就是跑去看展覽 去美術館 特別是大都會美術館 有的時候我也不是真的去看展覽 我去看美術館裡的人 一些遊客或是工作人員 就看那些無數的活生生的 跟已經過往的人 留下來的文物 然後這些活著的人 跟死去的人的對照 然後會把覺得有趣的那些畫面 在筆記本裡面記起來 或在會用手機很快的拍起來 就像是一個 一個備忘錄告訴自己 我曾經看到這螢幕是 是讓我很心動的 我回去就一定會用 鉛筆素描畫一遍 那假如還有更多的感覺的話 我就會把它繼續拓展成 油畫的作品 特別是紐約一些有錢的 上東城的老太太 他們的打扮都非常的醒目 就沒有再客氣 就一看到他們就覺得 哇! 很像看到一件藝術品 那些年紀的那些痕跡 他們的皺紋 他們的這些肉體的部分 加上他們這些所廢不知的行頭 這些都不是平常日常生活 輕易看見到的 所以視覺上通常會有一個 很大的震撼 很單純我在一個廊道 然後看到一件大理石的雕塑 全身全身下 然後頭是已經不見的 然後跟很像百般無聊的警衛 在那個廊道巡邏 然後前後走來走去投低著 後來這種單服的小尺寸的 美術館的事物的東西畫多了 我心裡就想要畫一個大場景的 就是一個宏觀對於大都會美術館的一個印象 所以我就畫了兩件大尺服的作品 大概一米多層兩米多的作品 我就把心裡像印象最深刻的一些展品 我就畫出來 然後是一個沒有隔間的一個空間 然後這些布局都是很很隨性的 我想到什麼就畫什麼 然後把人也是很隨性的穿插進去 從右邊這樣一路一路一直畫到左邊 然後我畫了第二件的mat 然後是裡面是沒有展品的 我就是畫了mat的大廳 一走進大廳 然後就是一個圓形的服務台 中間有個非常大的花束 一個擺設這樣 然後就全部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然後不同的人 然後不同的自拍 然後一些保全人員等等 但是就是沒有一件沒有一件藝術品 然後這兩幅的創作的時間 都大大概各花了兩個月左右 然後我就畫了我也不知道幾百個人 不同的人物大都會一直好像重複看到了一些 一些角色 比如說剛提到在大都會常看到一些有錢的上東城的老太太 然後這幾個角色 就是我覺得值得一畫再畫 我就是會不斷地會在畫面上重複他們重新出現 我有的時候也會把自己的朋友畫進去 也有把我自己畫進去 不過大部分都還是想像捏造的人物 也因為畫了這系列美術館的鉛筆畫 我台灣的好朋友兼獨立出版社 也就是幫我出版Single的朋友 Northbook 他們邀請我 我們一起出了 同時出了兩個出版品 第一個叫做沒有未來 第二個叫做現在過去是 然後會叫做沒有未來的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畫的都是美術館的事物 人事物 都是一些關於過去的事情 然後我把我現在看到的描繪出來 畫出來之後也同樣就變成過去的事情 所以整個整本書都是跟未來沒有關係的 都是過去的 所以就叫做沒有未來 然後另外一本小的叫做現在過去是 裡面的內容就是把沒有未來裡面所有人物的角色的臉 全部擷取出來 變成一本小小的都是只有人臉的書 2019年的時候跟上海膠囊藝郎 得到一個機會去上香港巴塞爾展覽 然後這個是我第一次參加藝博 所以不想要只是純粹拿已經畫過的作品 已經展過的現成的作品 想要特別為這個機會畫一點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就延續了先前畫大都會美術館的這個概念 然後特別為香港巴塞爾畫了 我這過去十年來我對大型的藝博會 藝博展的樣貌的印象 我去了這麼多大型藝博會 但是其實我的經驗是我從來什麼都記不起來 然後經驗就是很累很累走不出來 就對我來說很像一個迷宮 所以我就把它重新塑造成一個迷宮的感覺 我就把隔間就是很隨性的依照透視 然後把上網去查所有曾經出現在 真正出現在巴塞爾過的所有的作品 我畫得出來的 我就把它放到我的隔間裡面 所以這件作品裡面看到所有呈現的藝術品 都是真正在巴塞爾藝術展裡面曾經展過的 我也畫了一件曾經在幾年前在展場發生的一個攻擊事件 有一名女子持刀隨機刺傷而正在看展覽的觀眾 透過新聞得知 當下看見這件事情發生的路人 都以為這是一個行為藝術沒有去制止 直到那個受害者流血 警察趕來 大家才知道原來這不是藝術 所以我在這件巴塞爾展的作品裡面 我畫了無數的人物 大部分都是會在大型衣博會看到的一些名人 跟一些常出現的網紅等等 然後這些常出現的網紅名人 在展覽現場也真的在重新出現 在真實的世界裡面 然後他們走到我作品前面指認出自己來 然後在畫這件作品的時候 去了一趟邁阿密的巴塞爾 就看到 當時看到這個好像一次很重要的場家出現 當時不知道是誰 但是看到他就來到現場 然後現場的畫廊人員 或是一些工作人員都非常的緊張 然後就跟在他後面 然後為他展示作品 我看到那一幕我覺得非常好笑 因為想到以前念書 在歷史課本裡面看到 在隋陽帝初巡的時候 的一幅中國畫 然後隋陽帝初巡 然後那個隋陽帝都畫得非常的巨大 然後旁邊的侍女什麼 其他的賢達人等 都畫得非常的小 然後那個比例 讓我覺得非常的幽默 但是也真的很真實的呈現 在我眼前 所以我就以這個 看見很像隋陽帝初巡 這個概念 然後重新畫了這件作品 叫做The Holy Collector 然後在香港巴塞爾現場展出的時候 這個畫中人物真的出現了 真的是讓我非常的緊張 但是也是覺得很有趣的一個經驗 然後在19年參加的香港巴塞爾 因為是第一次參加一博 然後我幾乎全程都是在自己的攤位裡面 反而沒空去看真的展覽本身 反而是看見了很多的幕後花絮 看到無數的工作人員 清潔人員啊 保全啊 焦慮的畫廊小姐啊等等的 就是這些數不清的人 和這些數不清的木箱 這些都是為了這個三天四天的活動 很像在這個這幾天之內 好像是重新造一個城一樣 就也讓我非常的大開眼界 所以我在這次的展後 就是也畫了另外一件姐妹作品 叫做After Art Basel 巴塞爾的展後 是呈現很像營業時間外 這個一博的樣貌 比如說在這個下方 這件作品的下方就是描繪了運輸用的無數的木箱 然後每個展間都是在打包 都是一些氣泡布啊工具啊 然後或是運輸的人員啊等等的 然後這件作品一邊在畫的時候 就一邊遇上了疫情 所以隔年的阿巴塞爾 就是也因為疫情取消 我就覺得好像剛好也是呼應了這件作品 好像是在營業時間之外 然後一切都是結束了 或是沒發生 看不出來到底是 展前還是展後 還是他就是取消了 最後這件作品是在2020的台北雙面展展出 但是也因為疫情 所以其實沒有很多人看到這件作品 一開始當藝術家的時候 也是會想要去符合某種特定規範裡面的期待 讓自己好像可以比較順利的成為圈內人 比如說就是當藝術家就是要去申請一些駐地的計畫展覽啊 經費啊或是去跟畫廊聯絡等等 做這些事情通常對方都會想要知道 藝術家你本身的你有什麼計畫 你有什麼願景 比較可以去理解你的一些數據或資訊 有點像是在分析股市的感覺 但其實這些項目對我來說特別難 我有時候會覺得很自暴自棄 覺得我是不是能力不夠 然後會很自我懷疑 然後覺得很焦慮 然後所以一直想要用勞動的方式 一直不斷的去生產更多作品的方式 去證明自己的價值 但是隨著時間的累積 我開始逐漸理解到我自己的創作模式是怎麼一回事 我的創作是去反映我的生活的體驗 我生命的經驗 但是我沒有辦法決定我接下來的生命 我的經驗會是如何 沒有辦法去去預估 所以慢慢的我就比較懂得讓自己放輕鬆一點 直接讓生命去帶領我去感受這個世界 然後重新認知到這件事情之後 就創作上變得比較輕鬆 生活上也變得比較輕鬆 就覺得好像工作跟生活是融為一體 我可以很認真的去過日子 然後創作也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就好像找到一個心態上的黃金比例 後來在2020年因為疫情爆發 我就回台灣避風頭 最緊張的兩三個月裡面 大家都自主的自主封城的在家裡面不出門 然後網路上開始有出現有各種不同的哀嚎 說在家很無聊啊 要怎麼樣自處啊 然後很焦慮這樣子 然後很多各種資訊的分享說 你在家可以幹嘛 然後教大家如何自處的一些教學等等 一些資訊開始遍布在網路世界 那時候就覺得還蠻驚訝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長期跟自己跟自己相處 然後在工作室獨處 然後發現其實大家沒有辦法自處 然後排檢時間 然後覺得無聊這件事情 我覺得蠻意外的 然後我在台灣的住家 是在高樓層的大廈裡面 然後窗戶看出去 就一次看到幾十戶人家這樣一格一格窗戶 可以很清楚看到大家在陽台做什麼 就會覺得 哇我們的社會就是這樣一格一格一戶一戶的人家 這樣子聚集起來的 然後我也是在無聊之下 也把大家大家可以做什麼 畫在小格的筆記本裡面 然後也因為空閒的時間特別多吧 我就把其中幾個簡單的小圖 就畫成逐格的動畫 然後就開始嘗試做成NFT 目前就還是在NFT的加密貨幣權流動著 之後疫情開始趨緩以後 大家開始慢慢的重新出門 還是人跟人之間怕會被傳染 所以我就開始去爬山 可能太久沒有出門 然後太久沒有接觸到大自然 就是剛開始去爬山的時候 很容易被讓路邊那些小花小草 看到他們就覺得很感動 好像可以感受到 他們就是這麼單純的在這邊 就沒有那些人的絮絮叨叨啊 沒有惡意啊 沒有懷疑 沒有意圖 他們就是在那邊 不管世界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就一直就是只是在這邊而已 就好像突然可以感受到什麼叫做真善美 然後就心裡很感動 就一些小小的感動 我就把它畫起來 就畫成小幅的畫 然後第一次畫沒有人的畫 後來爬山的人越來越多 就其實我的感覺好像也沒有很特別 很多人其實可能也都是這樣子想 所以爬山的人越來越多 多到甚至必須排隊上山 然後這個現象媒體上 我們就稱之為報復性他親 所以畫了小花小草 感到心情上的平靜 沒多久之後 我又開始畫人了 這是一個在台灣宜蘭的一個山 叫做五峰奇山 但是因為幾年前有日本的攝影師小林賢武 來拍了漂亮的照片 然後把它命名成台灣的抹茶冰淇淋山以後 從此之後它就變成一個網紅山 大家都覺得自己是網紅 然後都穿著像網紅 去上面拍像網紅的照片 然後我也一起也是去了 然後到真的是看到這個網紅的景象出現 所以我不得不把我所見也都畫下來了 所以那一陣子 山上其實真的很多人 像這一個就是台北市區裡的礁山 一個小山叫做金面山 只要是假日 天氣只要好 上面全部都是人 我很多畫圖的動力是來自於日常生活裡面 看到了一些不順眼或是不合理的現象 特別是我對一群人很群體的盲從 或是不假思索的去相信某件事情 去遵從某件事情產生的行為 都讓我特別感冒 比如說去到美術館 一群人嬉笑怒罵嘻嘻哈哈 然後全部都是用螢幕 然後這樣子一掃而過這些展品 然後用這種很消費性的方式去代替 你真的用自己的眼睛去驚豔 在你面前的這個真實的世界 就算到了山上換了環境 但是大部分的人還是很難脫離到舊的習慣 到哪你都想要連上網路 到哪你都要連到社群媒體 不管怎麼樣 就還是想要刷個平刷個兩下 就算沒有必要都忍不住還是想看一下 就像著魔一樣 或是你到了野外到了北極去看迷路 都已經到了這個極地了 但是你一樣是沒辦法脫離舊的習性 你還是做一樣的事情 參加親戚的婚禮 這些人聚在一桌 但是大部分的人通常會放棄社交 放棄人與人之間有機會可以去交流的經驗 我們放棄踏出這一步 寧願躲到自己的手機裡面 去活在自己覺得安全的世界 我把我的觀察透過轉成繪畫 讓我和實際上的世界好像有了一點距離 然後把那個比較情緒化的東西 轉換成一個比較幽默 比較多層次 然後同時好像也會少一點尖銳 多一點寬容的感覺 這兩件大的油畫作品 叫做小確幸之河一跟二 這兩件作品的時間相差快要十年 然後動機是想要反應 在社群媒體出現之後 好像人知道的越來越多 但感受越來越少的一個現象 好像每天早上我們的習慣就是起床 打開手機 然後看社群媒體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什麼可怕的事情在世界上各地在發生 同時也會看到一些很小的事情 比如說同學會啊 然後去誰去吃了什麼餐廳打卡啊 等等的 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但是都被格式化在成一個一樣大小的視窗 然後同步在放鬆 但是到底要怎麼處理這些資訊呢 然後會叫做 會取名叫做小確幸之河 是因為當時 大概十多年前 就有個說法 說台灣年輕人 沒有願景 整天只知道吃喝玩樂 追求這個小確幸 然後小確幸這個詞是來自 春暢春樹 這個叫做微小而確定的幸福 我就覺得心裡有點不服氣 但是好像也有點氣這種疑似很普遍的社會狀態 所以我就以一個 以一條虛擬的和穿越一個虛擬程式的為命 叫做小確幸之河 呃這個畫面 遠看好像很歡樂 就是色彩繽紛 疑似很歡樂 但其實你假如近看 是有各種奇奇怪怪的 不好的事情在發生 就可能有人溺水啊 有人車子掉到河裡啊 有些人在逃難 但是並不知道是在逃什麼難 或是有些人噎到 有些人在躲藏 好像都在回避某些事情 把眼睛遮住去逃避某個現實 然後就算有樂隊 然後這個樂隊其實是一個喪禮樂隊 我的創作很大部分 都是在反映現實生活 我的所見所聞 大部分的作品可能乍看之下很好笑 但仔細去看其實多少都是有一點悲哀的 這個可能是源自於我 我對自我處境的不滿 當下自我處境的不滿 然後是看別人的不順眼 但也是其實是對世界更好期待 跟現實的這個落差 的一個失落感 然後另一部分是對 世界的某種有幻意識 然後有一種生而為人 我沒有辦法衝破這個限制的一個無奈 我不敢說我的作品可以對世界有什麼顯著的貢獻 但是就希望說 假如觀眾看到我的作品 然後能產生任何感覺 或是衍生出不同的新的思路 對我來說都算是 藝術讓世界可以變得更豐富的捐低工程 疫情的這幾年來打亂不論是旅行上 生活上或是工作等等的計畫 無常變成很日常的一部分 讓我覺得不管是心理上或是身體上 靈活度的重要性 今年初是我第一次踏進健身房 學習鍛煉身體 我覺得好像發現了一塊新的大路 又挖到精彩的創作礦坑了 謝謝大家